注意看,贝利亚又出来做坏事了 她把一整亭黑暗药水全都倒进了这条小河里 只要有奥特曼不小心喝了这里的水 就会受到贝利亚的控制 你们谁都不许告诉奥特曼 更不许发狗头吓我 我最讨厌发狗头的人了 你们就等着看吧 所有的奥特曼全都会加入我的黑暗军团 到了第二天 奥特村不少奥特曼都受到了感染 连赛罗也被黑化了 爸爸爸爸,我是小赛罗呀 快放我下来,你这是怎么了 可是赛罗好像完全听不到小赛罗说话 竟然直接将小赛罗丢了出去 救命啊 就在这危险时刻 幸好杰德及时出手救下了小赛罗 杰德哥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我爸爸他们好像生病了一样 完全不认识我了 有小伙伴跟我说 他们看见有人在我们奥特村的河流里 倒入了黑暗药水 赛罗他们肯定是喝了河里的水 才会这样的 我们先去河边看看吧 随后杰德就带着小赛罗来到河边 恰好撞到贝利亚和几个黑化的奥特曼在开会 正准备安排下一次的破坏任务 可恶的贝老黑 果然又是你在使坏 臭小子 连老爹都不叫 居然敢学赛兔子 叫我贝老黑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只见贝利亚随意地伸出一只手 杰德和小赛罗瞬间就被击倒了 我的天哪 贝利亚的实力看起来越来越强了 就算杰德现在变身成尊皇形态 恐怕也不是贝利亚的对手 这可怎么办啊 别害怕 我会出手的 伴随着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虚空中一个强壮的身影出现了 没想到贝利亚一看到这个身影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立马就灰溜溜地逃走了 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可是贝利亚虽然被吓走了 但被黑化的奥特曼们 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下巴比听了 小伙伴们我们明天再见 小伙伴们